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2月16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的重点跟大家讨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王志安 王志安现在受到了日本从国会到首相的全面驱逐的威胁 王志安现在是惊慌失措 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小鸟一样 现在我看到有很多人给他出主意 我尤其是看到了一些爱国博主给他出主意 那么就关于王志安的这件事情 我一会重点讨论一下 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最近的这两天 在国内发生大型的恐怖袭击事件 我说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那种美国所说的恐怖分子的时机事件 而是说这个恶劣的刑事案件 前两天在山东省发生了一个造成了21人伤亡 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 首先就我前一个视频里面所讨论的关于金一南的一个视频 他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我们把香港完全收回 就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国的时候就声明了 说一切啊在旧中国的时候所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呢 一概都不承认啊 这就是金一南回应这个英国军校的校长啊 还是老师的所攻击中国 说中国呢不守信用啊的一个回应 那么我上一个视频呢就说了啊 金一南说的是香港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的网民就是说呢啊 香港是香港啊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来 俄罗斯从我们手里面夺走的那些个领土啊 那我上一个视频就说了啊 大家不要着急啊 中国呢既然是已经公布了啊 所有的不平等的条约呢一概都不承认啊 只要是不平等的慢慢的我们会收回来的 那么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还说啊 说你不要误导别人啊 说再不平等的条约它也是条约 这是一个契约精神 香港呢英国能够归还我们香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啊 并不是说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不平等条约 而是因为呢如果把新界收回的话呢 那么香港岛和九龙就成了孤岛啊 没有办法运作啊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英国比较大度啊 英国呢比较文明的一个大国的度量啊 我的个天呢真能给英国狂舔屁股啊 这个汉金嘴脸真是再明显不过了 再恶心了 然后呢他还说哈不平等条约也是条约 就应该遵守 如果不遵守的话呢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还如何混啊这么不守信用啊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啊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那么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哈 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啊 像英国啊 想当初占了中国的这个香港岛啊 九龙啊 还有新界啊 确确实实就是香港岛呢和九龙都是搁给他的啊 新界呢是租界99年的 但是呢香港岛和这个新界呢都是不平等条约 我告诉你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啊 就是中国呢好好的自己在家里啊 关起门来再过自己的小日子 对不对 英法联军啊 这些列强 还有那八国联军列强 就登门踏户啊 踢破了我们的大门 打上门了呀 我们是打不过他的 列强打上门了呀 要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 中国没有办法 哎 割让给他的这个就叫不平等条约 这样的条约中国就不承认 这样的条约也不应该承认 他就不平等 不平等条约 这不平等三个字呢 是关键词啊 其实呢不光是说这个主权问题啊 像这样的不平等条约 不应该承认 就是我们个人在生活当中啊 如果说你跟别人签订了一个啊 不平等的合同的话 你也是可以要求法庭进行废除的啊 作为个人来说什么叫不平等的合同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任何的国家的法律啊 对于这一块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 是法官啊 我们中国的法律就有规定啊 如果你是在被强迫 被胁迫 被欺骗的情况下啊 跟别人签订了一个合同 这样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是无效合同啊 什么叫被强迫 用枪指着这种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强迫呀 如果一个比你强很多的人呢 就逼着你啊 让你签订了一个合同 这肯定是无效的 另外呢 你在一种情况下啊 你没有办法被别人胁迫的情况下 所签的呢 也是无效的 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啊 我到加拿大 我也学了加拿大的法律 对吧 加拿大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啊 加拿大的这个法系啊 判立法 你如果去美国呢 我相信美国呀 英国呀 他们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啊 被强迫呀 胁迫呀 签订的这些个合同呢 都是无效的啊 如果你被强迫呀 被胁迫呀 对你自己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 比如说呢 你以一个非常便宜 一个不公平的价格呢 把你的房子啊 卖给别人 或者把那个车卖给了别人了 这个也是无效的啊 或者是呢 你转钱被别人欺骗啊 你转钱给了别人 这些都可以收回来的啊 这都是无效的 这是为什么哈 中国的有一些非法集资的一些个公司爆雷 对吧 爆雷之后呢 政府是组织把这钱追回来以后呢 会返还给那个上场受骗的那些受害人的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迷失行为是无效的 明白吗 那么对于英国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哈 它就是这样的 它是不平等条约 是强盗呢 打上门来 来强迫我们 割让了香港岛 割让了九龙啊 还有其他的很多 但是呢 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都已经解决掉了 对不对 那么俄罗斯占领的我们的一些领土呢 据我所知哈 当时也有一些欺骗啊 胁迫的情节在里面啊 应该是归在这个不平等条约里面啊 慢慢来啊 以后呢 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些个领土呢 再要回来 好 这是一件事哈 我回应一下啊 第二件呢 我回应一下的呢 就是 我呢 就是自从这个春节以后啊 我就跟大家讲了 今年的春节呢 与以往是不一样的 全世界呢 都在过这个春节啊 这个原因呢 其实有两个方面啊 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联合国呢 今年开始啊 把这个春节 作为了联合国的一个法定节日啊 所以呢 全世界都在过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联合国带头啊 从这个大年初一三十之前 联合国就已经在做一些活动 做一些准备 那么春节期间 春节之后呢 联合国也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地点呢 有一些活动啊 那么我今天看到呢 还有报道啊 就是欧盟 它的总部不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对吧 今天我看到有报道 布鲁塞尔那边啊 也举办了系列的大型的这个庆祝春节的活动啊 那么我看到呢 就是美国呀 好像是联合国啊 它的用语呢 就是Luna New Year啊 翻译成中文呢 就应该是阴历年啊 Luna就是月亮的意思啊 翻译成中文就是阴历年 那么我上一个视频我就说了啊 其实作为我来说啊 我觉得没所谓啊 如果说全世界都来过这个节的话呢 如果叫中国春节的话呢 或者中国新年的话 是不是有点别扭啊 那么既然已经成了一个全世界的节日啊 叫阴历年 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作为我来说能够接受啊 那么有网友私下就跟我说还没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 因为春节呢 它就是起源于我们中国啊 我们不管是你韩国也好 越南也好啊 你们过不过这个节日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啊 那么我是想说啊 就是关于是谁站出来啊 反对叫中国新年 而来叫这个Luna New Year 这是谁呢啊 那么我现在根据我自己掌握的这个情况啊 我发现呢 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啊 韩国它就出来了 因为之前的时候啊 每次在中国啊 过这个春节的时候呢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啊 华人在庆祝的时候呢 当地政府呢 也来祝贺啊 也来参与其中 那么他们的称呼呢 多数就都是这个Chinese New Year 就是中国新年啊 那么韩国呢 就跳出来了啊 韩国说呢 这不是中国新年 说他们也过这个新年啊 说你要是叫中国新年的话呢 对韩国就不公平啊 那么韩国呢 一开始啊 前几年他就提出来这个 也没有起到多大一个作用啊 说近两年呢 韩国又联合了这个越南啊 也出来说 越南也说啊 我们也过这个春节啊 那你要是叫中国新年的话呢 那我们算什么呢 所以现在可能啊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努力呢 就越来越多的人呢 就不叫中国新年了 然后呢 就叫英里年啊 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但是呢 韩国根据他以前的一些文化掠夺的那个劣迹啊 他一会儿啊 把端午节啊 这个人类文化遗产申请的是他们的节日啊 一会儿这个是他们 一会儿那个是他们 在中国这都成了笑话了啊 波德纲在相声里面都说过啊 说这个是韩国的 那是韩国 行什么都是你韩国的 但是韩国是中国的 郭德纲都来嘲讽这个韩国啊 就什么都去申请是他韩国的 那么韩国呢 他第一步先去除掉这个中国新年这个叫法啊 叫成英里年 他呢就包藏一个货心啊 说你瞅着吧 没多久啊 他就会去申请啊 说这个Luna New Year呢 就是他们韩国的 那么据我所知呢 就是这么一个来历啊 另外呢网友也跟我反映啊 说咱们台湾的败类啊 尤其是这个蔡英文啊 上台以后 不是认定了的那个肖美琴 作为在美国的那个协调的那个人员嘛 说那肖美琴啊 最坏了 肖美琴呢 他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啊 他从来都不提这个中国文化啊 就这个新年啊就他叫这个英里年叫的最起劲 他甚至啊咱们中国的传统美食啊 就是中餐啊 他都不叫中餐 他叫台湾餐 啊 就这个肖美琴啊 这个民进党 他们搞的这一套呢 去中国化 比韩国还要疯狂 就误导了有一些呢 全世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士啊 那么再说回来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发现今年的过春节啊 就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过春节啊 那么为什么会这个过春节 其中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啊 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到 中国的影响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在全世界啊 全世界差不多任何的一个角落啊 你都会看到人们在积极的学习中文 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多人啊 他会中文啊 那么同时呢 还有好多人呢 在积极的学习中文啊 这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啊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啊 他在全世界环球旅行的时候呢 他特别去爱问当地的这个姑娘们啊 问他们说你喜欢中国吗 你也喜欢中国的小伙子吗 你愿意到中国去吗 你愿意嫁给中国的小伙子吗 就有很多的这些外国的姑娘们啊 我看到差不多他问的所有的这些啊 全都是对中国是很嚮往的 那么韩国啊 如果说他趁机啊 如果说他想什么申请 这个是文化遗产 那个是他的文化遗产 实际上呢 他是占了中国的便宜的啊 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力的话呢 这个韩国啊 他再去申请呢 他也不会把这些传统节日呢 形成一个全世界深入人心的啊 让全世界都了解的一个灿烂文化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这两天啊 我就是在推特里面啊 我看到一个韩国党啊 他就发了一个推文啊 他说中国啊 月收入3000以下的 是最爱国 月收入呢 3万以上的呢 是最爱美国 然后呢 月收入在30万以上的呢 都已经是移民美国了啊 说这个现象啊 再明显不过了 就说明中国不好 那么我想来就这件事情 说说我的看法啊 为什么说呢 好像是啊 越底层的 越收入低的 越爱国 这是为什么呢 你得结合这个实际情况啊 就是什么样的人收入低啊 年轻人 对不对 年轻人呢 大学更毕业啊 有些人呢 大学还没毕业啊 在社会上立脚不稳啊 这部分人呢 差不多就是这些90后 对不对 这部分人呢 为什么说他们比较爱国啊 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啊 89年的时候 发生的那个8964啊 那就是美国在中国 鼓吹着所谓的民主自由啊 给那一代人洗脑的一个结束 中国政府呢 89年的时候呢 把这件事情哈 就一刀两断 那么从那之后啊 美国在中国的渗透呢 就没有了机会 美国都承认啊 美国说是 他说是几年前 30年前是吧 他们在中国所部署的间谍网 被中国彻底的瓦解了 粉碎了啊 但是他并不放弃啊 还在努力重新建设在中国的这个渗透网 间谍网啊 但是呢 他现在的效果呢 是越来越差了啊 基本上89年之后的这些个年轻人啊 90后这些哈 没有被美国洗脑 相反呢 他们呢 是长在红旗下啊 这些个独生子女啊 相当于是泡在蜜罐里 他的生活呢 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苦啊 倒是中国在他们长大以后呢 他看到中国发展的非常好啊 在全世界都非常好 有些呢 甚至于或者跟着父母 或者他自己啊 到美国去过 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 哎呀 美国不会如此啊 还不如我们中国呢 他们就有那种自豪感啊 所以呢 这部分人呢 他们是最爱国的 那么为什么说 三万以上的收入越高 就越亲美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呀 之前的时候这些啊 六零后 七零后这些 被美国洗脑洗的呀 六零后洗脑呢 是最彻底的 六零后呢 就是这个八九六四的一个中间力量啊 这部分人呢 是非常亲美的呀 是恨国党大量集中的一个年龄段呢 所以说哈 就是那个恨国党 他发表的这个推特啊 他说啊 这三个收入层次的人啊 亲美和亲中国的这种对比啊 他说就很说明问题啊 但是呢 我想说说明的不是他想的那个问题 而是说明的我所说的这个问题 大家同意吗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王志安了 对不对 王志安他最近的这个遭遇呢 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呀 就是这个王志安也是一个被洗脑的 王志安可能是年龄啊 也是七零前后的 也是被洗脑洗的挺彻底的一代 他虽然说呢 之前啊 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啊 但是呢 他是很亲美的 中央电视台出了好多的汉奸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呢 王志安前两天 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王志安还说哈 说在油管里面的 这些前中央电视台的 这些人呢 现在又多了一元 欢迎这个柴静的归来啊 那么我当时还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他们这帮中央电视台 这帮人呢 在油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啊 反中同盟啊 这些败类啊 那么王志安因为他自己啊 现在这些遭遇啊 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他除了被民进党 给限制五年 不得去台湾观光以外呢 他现在在日本啊 日本政府的这个做法啊 比台湾的民进党的做法 还要偏激啊 就是他在这事刚出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反华议员就跳出来了啊 说那个我要查一下啊 王志安是不是就是在我们日本 他是不是要取得日本籍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能让他取得日本籍 而且他的这个现在的签证 应该给他取消 把他撵走啊 那么他说得到做得到的啊 他就在他们日本的国会里面 推动这样的议案啊 前两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王志安他自己啊 他在这个推特里说 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啊 现在呢我这个事啊 都惊动这个岸田文雄了啊 他们国会呢已经讨论了 下一阶段呢就是要驱逐啊 我在日本看来是待不下去了 我的签证要不用我收 我要被驱逐 那我下一步去哪呢 那么他又说呢 我可能是要去非洲了 那么上一个视频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我还说啊 王志安啊 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情啊 不要再糊涂了啊 要好好想一想 捋出来一个思路 端正这个认识啊 回头是岸 回到中国 这才是正道啊 那么我昨天呢 我还看到啊 就王志安的推特里面呢 继续在讨论这个问题 王志安就是到底怎么办 下一步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呢 想让他去美国啊 那美国能去吗 我估计他是不会去美国的啊 美国说对付他就对付他 说把他作为一个棋子 就作为一个棋子啊 那光贵就是一个例子呀 对不对 你能量再大 你有光贵能量大吗 是不是 光贵资源啊 多多呀 光贵多有能量啊 你王志安算啥呀 这是为什么 王志安啊 他绝口不提美国 我相信他是不考虑美国啊 他考虑非洲 他还不考虑美国啊 但是你去非洲 你看一看啊 非洲那些国家啊 都是跟中国亲的不得了啊 我所说的呢 就是你走到他的街头啊 他们很多人都会中文 就是非洲这种现象呢 是最突出的 那么我这两天我看到 就是王志安的那个账号里头啊 就有好多的咱们啊 大陆的这个网友啊 其中还有一个大位啊 那就是这个磊哥 我看磊哥呢 也给他留一个言啊 然后说王志安 还是回到祖国怀抱吧 祖国欢迎你回来啊 磊哥的这个留言呢 是相当的宽容大度了啊 我想呢 他是代表了一些大陆民众的心声吧 中国政府呢 肯定是啊 觉得不值得去找你王志安 把你拉回来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爱去哪去哪啊 但是作为王志安来说呢 真的是啊 回头是岸啊 你现在啊 都被你所景仰的狂舔的 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搞成这样了啊 你首先你舔台湾 你舔成了这样 现在又被你啊 第一选择所去想长期 成为他的一个公民的日本啊 你又要待不下去了 你还不清醒啊 是不是啊 太糊涂了 王志安现在真的是很糊涂啊 王志安这个人啊 我看到啊 为什么说 在我讨论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在我的账号留言啊 有好多人为他说话啊 就是啊 这个王志安啊 他有的时候啊 他也说一些客观的话 你比如说呢 他也承认 中国的经济是不错的 中国现在是一个又富又强的一个国家呀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貌似啊 他也挺自豪的 他有的时候好像啊 也拿别人的那种不堪啊 失败啊 和中国的成功来进行对比啊 可是呢 他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啊 他甚至呢 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这是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汉奸啊 他承认一中 但是他只承认中华民国 所有的啊 拿中华民国说事的这种人啊 我一概都不原谅 为什么呀 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当你讨论中国的统一的时候 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 你如果不觉得提中华民国是那么荒唐的话 那如果你提大清 你提唐朝对不对 你提汉朝 这都很荒唐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呀 成为过去式并不是说我这么说 并不是说中国政府这么说 是因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返回这个联合国的时候啊 中华民国就已经得踢出去了呀 那些国家就啪啪啪啪啪 全都和中华民国就断交 转而和中华人民共和建交 为什么呀 就他是不被承认了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不要再拿什么中华民国说事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结合前两天山东啊 刚刚发生的事件 但是呢这些貌似呢 并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所为啊 就是新疆的那个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呢 现在早已经是受到了控制啊 不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么那些恨国党上就拿这个事来说事啊 说什么恶毒的中国政府啊 让中国人民啊 遭受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啊 小孩啊死的多么的无辜啊 那么你去看看美国啊 美国的那些枪击事件 对不对 你还是去说说你的美国主子吧 对不对 就在美国这两天在举办什么超级晚的 那个体育赛事啊 又发生了枪击事件啊 美国这枪击事件多了去了啊 我们好像都已经说反了 我们的观众已经听反了 对吧 我们都不愿意去提起他 不值得提起他 还有呢 就是再补充几句啊 如果说王志安啊 能够听到我的这个视频的话 能听到我的说话的话啊 我就想再指点一下迷津啊 就关于自由这个事啊 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王志安就是因为呢 他以为他得到了自由啊 而受到了这些个遭遇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民主啊 上一次我就说了啊 西方的大选的这种民主 其实呢 它是一个人才选拔的一个时间啊 他就定下来了一个人才 那就是他们的总统啊 而荒唐的是什么啊 他们就定下来这个总统以后啊 所有的这些人呢 全都由总统来决定啊 这个总统呢 想任命谁就任命谁啊 你看那个川普啊 他都任命了他的女儿 他的女婿 都成了这个高级官员 对不对 那么他任命的那些呢 都是平常和他一起来创业的这些人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啊 就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生意 你明白吗 你说荒唐不荒唐 更何况这总统还能干什么啊 这总统还可以赦免啊 这个川普那会儿啊 第一个赦免呢 就是他那个女儿的老公公 他把他女儿老公公赦免了 对不对 然后把他的那个前幕僚赦免了 对不对 禁干这些 这些公平吗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公平吗 是不是 这些事在中国都不可能发生啊 我就经常问你啊 如果习近平现在任命他的女儿 比如说为某一个部长啊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那么前两天呢 我就是说啊 中国的这个才是民主 有的人说啊 你就拍吧 你就舔吧 不是啊 我上一次我还说 中国应该把这个全国成民主啊 给他理论化 好好的总结归纳 给他理论化 哎 我今天我就看到啊 中央电视台那个 新闻联播呀 这里面有一块内容哎 他就是关于这个全过程民主的 他就把这个全过程民主呢 他有一段就是理论化了 我相信中国政府呢 中国共产党在搞这个事情啊 中国的全过程民主理论化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